還有一個星期就踏入蛇年 全港十四個年宵市場明天開羅 有攤檔預計生意比去年升一至兩成 農曆年宵市場明天開始 這班在維園投倒攤位的大學生 特意設計了這款順盤cusion 予以盡快上樓 為何會想到做這件事 就是因為覺得現在樓市很高 香港人很多都買不到樓 那我們就想趁新年 給個希望大家 亦都有多款諷刺時幣的年宵產品 以底價三十萬多投到維園 面積最大熟食檔的負責人 對香港經濟有信心 預計生意有一至兩成的增長 雖然說政府投出來 今年的價格雖然沒有怎麼升 但也希望看我會不會 在理想之中 希望有一至兩成 維園年宵市場這裡 一共有四百七十五個攤位 主要是賣一些濕貨 乾貨 快餐和賀年食品 而全港就有十四個年宵市場 會在星期一開始 直到十號的年初一清晨結束 無線電視記寫 蔡曉晴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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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